利用外頭的青鳥行動現場 在立法院外頭破了七萬人 說要捍衛民主 現場把兩顆寫著 拒絕中國干政的字樣 兩顆大排球推進了立法院 現場來支援的曹新成也痛批 傅崑奇是壞了一鍋舟 中原院的研究員更直白 他說這一次是中共利用了 藍白將在台灣發動政權的改變 這可能會引發一連串的骨牌效益 把我們的訴求送進立法院好不好 青島動物萬頭傳動 五二八青鳥行動現場喊破七萬人 抗議人潮從青島動物 易到中山南路滿滿都是人 現場轉播國會表決過程 隨著強硬完成三毒後 站上街頭的民眾激動怒吼 捍衛民主氣氛越來越高漲 拒絕中國干政 拒絕中國干政 民眾合力將寫著公民捍衛民主 拒絕中國干政等字樣的兩顆大白球 陸續推進立法院內 群眾高呼更在立院群銜樓外牆投影 近日爆紅的蔥屍表 聯電創辦人曹新成也來到現場聲援 我們青鳥不是什麼 我們拒絕服從這有毒的國會好不好 曹新成高喊拒絕服從毒國會 更直言因為傅崑奇壞了一鍋粥 中演員副研究員吳銳人也來到現場 向民眾喊話 憂心沒有民主出現獨裁者 更可能有一天連國家都會不見 直言這就是藍白立法權政變的骨牌效應 這次的危機是藍白利用立法權 所發動的一次政變 然後呢他也是為中國侵略臺灣 做內應的最新最赤裸裸的形態 總之就是要大開國門 讓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勢力 長驅直入全面控制臺灣 五二八清鳥行動民眾站上街頭 希望別讓臺灣失去最珍貴的民主 三十新聞綜合報導 立委邱伊寧爆料呢這是中共提供的文件 要求藍白在立法院當中來聯手 希望在立法院要進行臺灣的政變 國民黨你們現在所演出的劇本 完全按照中國的指示再走啊 痛批藍白照中國劇本演出立院政變 民進黨立委邱伊寅一場內驚爆 中國智庫轉交給國臺辦的文件 直指藍白立院聯手近視按著指示走 國民黨雖然有較強的組織動員力 但是基本上沒有單獨贏得臺灣 領導人的選舉能力 柯文哲雖然實力大幅成長 但是也不具備單獨贏得臺灣地區領導能的人力 所以短期內 藍白力量要合作 邱伊寅口中的藍白合作 對比國會現況 恰巧和中國流亡作家袁紅斌 二月說法不謀而合 袁紅斌當時也揭露習近平指示 佔領臺灣立法院制高點 還敦促韓國瑜及富昆奇等人 在立法院內部找破口 袁紅斌表示十萬民眾上街 證實中國收買失敗 而美國國際共和研究所總裁特溫妮 也投書外交家雜誌指出 臺灣急於通過新法 北京可能成為贏家 立院可以調查民間部門 這和事件獨裁者是出奇的相似 又是一個意識形態 我覺得我們自己的國家 自己在維護我們的權力 跟維護國家的一個政策 跟對岸沒有關係 就是不要老是用這個意識代理 管我們的意識一概明章 藍維反擊所謂中國劇本說 根本子虛烏有 但國會擴權法案 連國際學者都市井有為民主法治 藍白強度關山的用意 難免起人以鬥 雖然國民黨不斷的否認 這不是跟中國合作 但是不只民進黨這麼說 國際好多媒體 包括了英國跟美國的主流媒體 都說這是在臺灣的親中派 跟中國的合作 可不是民進黨要我來 是我要民進黨硬起來 娃爾巴青鳥行動 就畫面登上CNN 引用三令新聞提供的直擊畫面 CNN新聞團隊 這一回聚焦場外示威者 要從示威者的觀點了解 臺灣民眾對於 國會擴權修法的真實名義 透過西方政治觀點 剖析臺灣民眾的深切擔憂 如果以後 這回案不斷裏返 不斷裏返 我們物像自由維持 不斷裏返 立即使我家維持 國民黨 中共同事 和台灣民眾所存在 是純正來支持 中共 這是為何 它還想起 chaos在我們的黨 我們的黨 我們不是 我們沒有改正的 我認為中國 是需要改正的 為什麼他們 你們要借起 立即 他們 對他們 不實在 是 從中午十二點開始 CNN幾乎每個小時 引用三立畫面 報導立法院最新動態 南韓媒體SBS 也從五月二十二號開始 直擊臺灣國會運動 同時也透過圖卡精確點名 在野執政兩黨在國會的席次分數 立法院激烈意識聲量之大 吸引國際注目